王冰冰回来了 时隔四个月 这位央视顶流终于重回大众事业 微博再度更新营业 直接冲上热搜 从陷入争议到网传备雪藏 又毫无征兆地回来 甚至有人脑补了一出甄团回宫的大戏 大女主翻身 我们胜利了 我们的冰冰回来了 冰冰会有的 但我们也许只在想象中 大家好 这里是毒涉电影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王冰冰 我身边现在种植的这些 都是盘井的水稻 2020年走红之前 王冰冰还是央视驻吉林站一名普通记者 当时看王冰冰 不会把她和后来的顶流联系在一起 那时候的她是这样的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 从昨天下午开始 那吉林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 是在持续地升高 苦素 严肃 镜头少 王冰冰的作用 与其他央视记者并无不同 她不需要是个精致的美人 抢走新闻的风筒 作为一线记者 很多时候赶着报道紧急新闻 辛辛苦苦跑外景 常常不顾形象 推头土脑 直到2020年8月 有网友在一众央视记者中 发现了一个有些特别的萌妹子 王冰冰这个名字 才开始有了讨论度 很快 冰冰就从地方台调动到总台 被常识性能推了出来 9月22日 央视新闻在B站发布了一条 黄河草原修复新闻 总台记者王冰冰 快乐小草 再也不用担心会秃了 注意这条视频标题 王冰冰被放到了新闻内容前面 视频里 她也不再是手持话筒的简单播报员 而是带有演艺性质的绝对主角 精致的妆容 甜美的微笑 讲究的角度 结果是大获成功 视频冲上热所榜第一名 播放量超过500万 有了王冰冰 年轻人一下变得爱看新闻了 在严肃正统的新闻中 这无疑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如果你看过更早的中央台 应该知道 其实上个世纪 也有过一个初代冰冰 那就是早年的陈鲁裕 觉得这时候的鲁裕 像冰冰的请扣一 不相信这是鲁裕的请扣二 当时鲁裕还在上大学 呈现的少女感 是没怎么雕失过的本色 虽然被评为最受欢迎记者 但鲁裕不满足于做俏皮的点缀 只是采访明星 播报娱乐新闻 她想冲上更重大 更有挑战性的新闻现场 央视没能满足她的舞台 她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 凤凰卫视 采访过名人政要 时时传逸 报道911事件 直播连线奥普拉 王冰冰不同 她或许没有那么大的心气 知道她现在最大的标签 也不是业务水准 而是亲和可爱 网友热衷于统计 冰冰嘴瓢要发多少钱 冰冰自费上班 但更重要的是 王冰冰离开央视 还能往什么平台走 时代变了 过去在新闻市场化竞争的年代 要开创和突破得走出去 而现在 这样的机遇已经消失 回流才是上升的方向 央视几乎给了王冰冰最好的推荐位 从一个播报记者 到吉祥物一样的存在 在央视的不同节目中刷点 文鱼综艺有她 冬奥宣传有她 三同新闻有她 聚小两会也有她 粉丝们也都心领神会 而且很买账 2020年底 冰冰亲自入驻B站 大家好 我是王冰冰 第一个视频就冲上2000万播放量 王冰冰成为一种现象 在她之前 央视的记者主持人 从未在年轻人中 引发如此之大的粉丝效益 或者可以说 没有人和她一样 如此像一位游乐群idol 纵观冰冰的各种热搜词条 好甜 好美 好可爱 卷造型 卷状态 名字一换 就可以拿给杨敏杨引用 冰冰跳宅舞 央视频还给提供直拍 冰冰的各种物料 官号也大方回馈粉丝 但如同成为顶流的必经之路 红之后 黑就来了 暴风吸粉时埋下的隐患 渐渐显露出来 明星的效应 带来的也是明星困扰 今年1月 如日中天的冰冰 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塌房 塌房最深包括 学霸人设造假 未婚同居 离异 大林 有网友声称 扒出了她的四级成绩单 考了两次 以及她所谓的结婚照 19岁和人同居的博客日记 随之而来的 是大量的荡妇羞辱 且不说这些网传的信息 是否是真的 即使是 32岁 同过居 离了婚 为什么要被指责呢 这一切还是因为 王冰冰是被当作一个 纯情偶像来对待的 一旦不符合完美的想象 就偶像失格了 在此之前 王冰冰在粉丝里 最流行的称呼是 老婆 谁这么叫她呢 根据2021年 网络数据显示的 王冰冰粉丝画像 她的男女粉丝比例 为7比3 且大多集中在30岁以下 男性多 年轻化 真正让王冰冰 一飞冲天的平台 B站 她的形象 也极度符合 二次元宅男的女神标准 被奉为初恋恋 于是黑料一出 很多男匪一招梦碎 叫王冰冰老婆的 是他们 但王冰冰第一波黑料的发源地 也是他们聚集的孙孝川八 气急败坏 对她荡斧羞辱的 还是他们 这次事件 王冰冰并没有出面澄清真假 最终以官媒纷纷下场 谴责部分网友人肉搜索 侵犯隐私而收场 但事情过去没多久 王冰冰又陷入了恋情风波 今年7月 王冰冰和游泳运动员 徐家瑜的恋情瓜 上了热搜 真假男店的朋友圈 引发全网粉丝KCP 央视优秀美女记者 配国家队帅气运动员 简直是当下年轻人 最宠上的体制内谍buff 接着又被搬出 2021年全运会时 两人的采访互动视频 谜底借女神 要联系方式 你要KCP 官方比你更懂怎么吵 结果正在粉丝们上头时 徐家瑜的前女友图图 带着小论文来吹渣男 致命的是 他暗示王冰冰 是插足他们感情的第三者 KCP时多上头 打小三时就有多愤怒 对于铺天盖地的指控 王冰冰依旧没有回应 这一次 他直接消失了 工作停板 社交媒体停更 无声明 无任何渠道的可靠消息 各种猜测甚嚣尘上 有人说他被开了 有人说被雪藏 有人说被吊之幕后 冰冰本人无法回应 于是粉丝 黑粉各指一词互相攻击 这话风像什么 半圈大战 虽然王冰冰 收到了流量明星一般的 他房待遇 但其实 王冰冰比流量明星更被动 明星遭遇负面 工作室可以发声明 律师函 本人可以公开回应 但王冰冰 从头到尾缺失的都是 自我 他无法为自己辩解 也无法告诉粉丝 自己的近况 一切都只有 等通知 在听后发落的过程中 王冰冰和王冰冰的粉丝 都决定不了什么 从消失到回归 王冰冰到底和我们 又有多大关系 走红这两年 王冰冰兢兢业业 努力工作 他就像快专 哪里需要哪里搬 自己都数不清 这一年到底做了多少直播 因为几乎每天都在工作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中 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稳定输出 但是回头总结 你是不是只记得冰冰动人的形象 却想不起他说了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配合 但他本人的想法和观点呢 听不到 现在脸上的标志性笑容 窥探不出任何情绪 在为数不多的 算代表自己的表达里 有这么一段 那是2020年刚爆红的时候 我觉得热搜现在对一个人来说 它是一把双刃剑 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曝光 但是也会带来很多的困扰 比如说打破了我原来作为一个 就很普普通通的射出这样的一个平静的生活 粉丝夸他清醒 但你仔细评 这片谈话是随便拿个流量明星 都能说出的针对爆红的观点 王冰冰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 自己不过是普通人 但你知道 这种话也属于正确的废话 这里不是要说王冰冰肤浅 恰恰是他聪明 知道自己的工作性质 决定了自己要说什么样的话 有意思的是 如今内娱的流量艺人 越是流量大 也越是看不透 最典型的是宣称戒掉情绪的杨幂 说话滴水不漏 如果早年的杨幂 还是一个生动的国人 经过多年的经营 他已经把自己打造成了商业资本符号 以获得流量和利益的最大化 同样的道理 王冰冰是谁也不太重要了 如果说流量明星 还被粉丝好奇和追捧 而冰冰的部分男粉丝 一旦看到了他不可想象的一面 立马就翻了脸 不管是粉丝还是平台 都不再需要那个真实的王冰冰 他更像是电视渠道 和身为网络原住民 已经不怎么看电视的新一代之间 一个街头的暗号 央视需要王冰冰 因为他连通着新用户和活跃流量 而粉丝需要王冰冰 除了阳光之雨的笑容外 更重要的是他从身上感受到 来自权威主流的重视和接纳 冰冰的每一次出镜 他的新无料和官方的翻牌 都让网友感觉到自己被重粉了 自己在上面的眼中很重要 王冰冰的走红 既是一个意外 也代表了一种转向 2020年以后 内娱进入后流量时代 流量一人频频塌房 号召力失灵 学会了沉默 过去明星们构造出来的消费主义 自我个性最大化的乌托邦 被现实打成了双冻的茄子 当他们失去了话语权 渴望偶像的大众 自然会把目光投向 真正掌控话语权的人 不光是王冰冰 如果要问现在年轻一人 最趋之若物的归宿是什么 考编制 上央视 严主旋律 他代表了一种权威的认可 隐形的光环 在动辄翻车 崩塌 射死的娱乐圈里 比起一两个代言或者通告 他们更在意的是 给自身铁上体制内的buff 就说一点吧 对比从前摆在演员们面前的选择 现在最好的电影资源是什么呢 最后 纵观王冰冰的两次塌房 有意思的是 吵得最热闹的 都是在下面看热闹的人 如果你还记得 妖猫传里描绘过这样一个上员灯会 这一天 女人画上胡子 百姓进入皇宫 不论阶级 身份 所有人打成一片 共享一个圣堂 也是在这一天 杨贵妃可以属于所有人 被瞻仰和爱戴 这是难得的 令众人感到接通上层 与有容焉的时刻 这部电影展现了 各种奇迹引巧的幻术 空架上长藤结瓜 少年幻化为白鹤 猛虎飘洒成漫天香花 极乐之眼纵乐无极 可所有人都没发现 杨贵妃才是一个 以假乱真的幻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一定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你的硬币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